上一集我們說到 我們看著很多紫人的時候 突然間我的眼睛發出一道金光 為我指明了一條出路 這時候看見這麼多紫人的時候 大口者已經有點絕望了 誰知我現在一下子拿著她的手 拉著她向村口衝 她不留得嚇一跳了 你…你要做什麼? 我來不及解釋這麼多 我怕眼前這裡發光的線條 突然間就會消失 於是我什麼都沒說 拉著她不停走 大口者現在都沒有主意 也跟著我在後面一陣小跑 我們兩個人在行裡跑了一會 經過了幾間土屋 然後來到村口的曬谷牆 稍微停止腳步 之所以停止腳步 並不是因為我眼裡的亮光消失了 而是因為這個曬谷牆上 也放下了很多紫紮的公仔 已經沒辦法落腳 特別是放在前面的這一排 在頭頂那個紅燈籠的影照底下 顯得詭異神秘 這個時候我眼裡是兩個世界 一個正常的世界 曬谷牆 出村的馬路 和兩邊的田野 三月天時 水就很清涼 已經放水浸田 在準備插秧 一派農村的尋常風景 而透過這個神秘而複雜的符文 我又看到了無數線條 和胡形歐畫出來的古怪世界 這兩個世界 一眼就看透了陰陽 法羅道場 講到底 依然是依靠法力 剝離出來的世界 如果想要出去 我依靠著這些符文的指點出來的亮光 應該可以找到關鍵的東西 我們來到村口曬谷牆之前 我左右打量了一下 只見左邊幾米的地方 古代盔甲的士兵有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很突压 再回想回之前的事件 估計是因為小腦不闖入這裡引發的 現在時間很緊迫 因為每一秒都滲透著小腦的鮮血 我沒有在這裡停留半分鐘 而是直接從這個缺口衝出去 我原本沒有覺得怎樣 而一進到裡面 就覺得一盆冷水 從頭淋到我落腳尾 陰風陣陣 整個人都感覺到一陣發馬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陣發? 我身後的大考者很忐忑地叫著我說 二彈,你不要那麼魯莽 這裡很危險 並不是說沒動到那些指責人 就不會觸動機關的 小腦剛剛在外面的時候 勉強我們才可以逃脫 現在你又隨隨便便陷入在這裡 那我又怎麼辦? 大考者不斷嚥嚥嚥在我耳邊 嚥嚥沉沉 但是聽到他這些話語 反而令到我一陣溫暖 無論這個人先前多討厭 但是這個時候 我還是感覺到他對我的關心 我微微小瞎了 來吧,不要浪費時間 快點跟著我 一步都不要錯 要不然大家都要死在這裡 在我眼裡 一度又一度的亮光升了起身 而我依然接受著這種指引向前走著 看見我安然無恙地穿過這些指責的馬 和將軍士兵區域 然後又兜過那些紮紙的彩橋和牌柳 居然上那些紙紮公仔動都沒動過 大考者終於相信 我有能力帶他離開這裡 於是他立即跟著我 我等了他一會兒 見他接近了我 我繼續向前走 在神秘的符文指引下 我們兩個有驚無險地穿過這個曬谷牆裡 密密密地佈置著的紙紮陣 終於我們來到村口 我看著遠處 遠處的景象透露著一些 好像磨砂玻璃一樣朦朦朦朦的景色 來到村口 並不是意味著就能離開法羅道場 我們還需要找到一個生門 這樣才能走 大到五十 巡去而一 任何沙陣都有唯一的空隙 這是規律 但怎樣找到這個空隙 就是我生存下來的機會 這個需要對陣法的參透和令悟 或者結合諸多的經驗 才可以推算出來 這一點我就沒有了 大考者也沒有 雖然現在真的很頭痛 到底怎麼辦呢? 不過就是這個時候 我感覺到我自己 應該能夠生還地逃出這個地方 因為我莫名其妙地浮 因為莫名其妙地浮現 在我眼裡深處的神秘符文 給了我強大的信心 在昨晚一會兒之後 我撞一撞旁邊的大考者 我低聲地說 有沒有香爐灰或珠砂之類的東西? 大考者呆了一下 你拿些幹什麼? 我沒有時間思考 而下意識地回答他 這裡有一些陰屍的屬性 一定要含有岩火烈羊的珠砂 又或者日夜供奉 沾染了神靈氣息的香灰這些物品 才可以將他的氣息攻破 改變這裡的空間結構 如果你有的話就馬上給我吧 我語氣很堅定 一點吹水的感覺都沒有 有了先前 我帶他逃到了曬谷牆 紙紮鎮這個事實 他現在再沒有移民 他在他懷裡拿出的紙包 遞了給我 這些珠砂 是湘西懷化上等的紅岩深礦 剩得不多了 你不要騙我 我只不過過來少少說 我騙你幹嘛 騙你我自己也跑不掉 說完之後 我把紙包打開 看到裡面有些很均勻分布的紅色珠砂 數量雖然是少一些 不過也對 於是我伸手捏了個法拳 向前面有光華的地方殺了過去 那些珠砂順著陰風 向前面飄揚了出去 落在黑暗當中 而就是這個時候 那些景色突然一陣旋轉 就好像一面鏡在我們面前對著 竟然出現了一條村 跟我們後面的村一模一樣 一樣的曬谷牆 一樣的臨山而起的小村落 還有一些破舊的小屋仔和馬路 而唯一不同的就是 那邊曬谷牆停留著科考隊的幾部汽車 而且那個臨山而起的村落 還有很多還未關的燈 還有些人影在這裡閃動 而我們這邊 在法羅道場當中寂靜的鬼村 而鏡的那邊才是真實的世界 只要我們再向前掛了一步 就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 這種情形我和大口姐都很興奮 旁邊的大口姐幾乎不用我招呼 就要向前衝出去 但是走在她向前衝出去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對面的西谷牆 有個黑影閃動著 這個黑影就是黑蒲人無文釀 我太熟悉她了 看到她突然出現在一個缺口 她心突然狂跳 正想向大口姐示警 結果就聽到這個女人一聲慘叫 向後面不斷飛跌出去 我伸手都接著她 沒想到這個力度太大 我竟然接她不住 跟她一起跌到我後面曬谷牆的紙堆裡 而空中就出現了黑蒲人低沉的聲音 哈哈哈哈 沒想到你們倆居然可以找到唯一的缺口 不過這裡是最薄弱的地方 你以為我就這樣什麼都沒有防備嗎 哈哈哈哈 要不你就搞出東西來 要不就死在這裡 我眼前的景象走在面鏡一樣逐漸收縮 最後化為烏有 我眼前的這個亮光也隨之消失 這個時候的我就躺在一堆紙堆公仔裡 幾秒鐘之後我掙扎著站起來 突然間我感覺到背後一陣灼熱 我轉過來一看 有一個肥頭肥老 打出一個屁股的小朋友 正是死死地釘著我 她的眼神很怨動 以至於我想起之前在馬律山偶遇過的毒蛇眼光 而在這個時候她突然笑了一下 露出了一盆白牙 那些牙白了 一點都不齊整 整盆牙就像鋸片一樣 嚇到我向後退了一步 旁邊的戴口車抓住我的衣服 掙扎著爬回到身上 突然也一聲尖叫 她先前還笑我和小老 看到一些空靈在那裡怪叫 現在她自己看到 都同樣壓抑不住那種驚恐 因為這個眼前光著屁股的小朋友的周圍 有著一些和她一模一樣的同伴 同男同女數以百計 大口車這樣叫一聲 似乎發出一種信號 一出聲而已 這些空靈立即在臉上露出一些很兇悍的表情 都向著我們這邊飛撲過來 一隻隻好像草蠻一樣 不停跳得很高 一如既往向著我們一齊撲過來 我當時的腳都刮傷了 現在這個生門就塞住了 我們沒辦法不正面對付這些東西 於是一咬牙 我將小寶劍握在手裡 向著前面的陰靈不停捉過去 小寶劍是有個法力加持的 而且風利無比 這劍一揮出去 我感覺到我整個人反而冷靜下來 眼見撲向我最前面的小孩 被我小寶劍握中 整個身形一陣扭曲 然後消失得無影目中 咦?原來這樣可以殺到他們 於是我的膽又撞了幾分 我一個戰步衝向前 就開始衝殺起來 我這樣衝殺而已 我就發現這件事就變得奇妙起來了 原本我和人們搏鬥的時候 都是單憑我自己修行的魔功那種蠻力 以及在無山訓練學校裡所學的格鬥技巧 好,面對普通人來說我還算厲害 而對一些修行者或非人之物 就有點勉強了 因為修行當中的人 另外有一套詭異而神秘的身法或手段 他和你打架的時候 忽前忽後忽左忽右 根本你都觸摸不到他在哪裡 如果和一些非人之物 那就更難找到他的宗職了 不過這個時候我就發現我眼前這些莫名其妙 很兇悍的東西 全部都化作了一條有一條的線條 我根本不需要思考 我根本不需要思考他們在哪裡 只要順著向前一路斬一路切 利用小寶劍的鋒利 好像斬瓜切菜那樣 就將這些空靈全部劈低 真是這麼簡單? 我殺了一陣子之後 我自己也不相信 但就在這個時候 旁邊的大孝姐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我轉頭一看 只見他按著左手的手臂 向著這邊退了過來 而在他後面 就有三個鬼小孩騰空而起 向著他的頭跳了下來 我離他有點遠 根本上救不及了 而就在這個時候 我小寶劍的上方一陣光芒 發出了一條線 出現在大孝姐的上空 遠遠地引出了一下 整個空間都震了震 接下來 所有的一切都變得安靜起來 好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下集再說